欢迎收看高雄亮起来 今天在节目当中 陪伴大家一起让高雄亮起来的 我们的嘉宾是高雄市的观光局长 许传胜许局长 今天他要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拼观光 怎么拼呢 我们高雄市政府这一次推出了 两大的幸福配套的邮城 而且已经进入了前台湾十大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拼第一 到底这两大配套邮城包含了哪些 我们赶快请局长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好 谢谢 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这次参加交通部观光局的 两个邮城 一日游跟二日游 目前都进入我们交通部 十大幸福邮城的决限 那第一天的我们取名为幸福游港 然后呢 返河游港 幸福游港 一日游 这重点是说 我们很多是外地来观光局 我们安排的第一站 从高铁站进来之后 是到我们的 寻着这个捷运 然后到美丽岛站 在这地方我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安排这个行程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说 都可以做大众运输系统 也就是绿色运输的交通工具 这是这一次交通部观光局 要做这个幸福邮城评选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 你拿出来的邮件 都可以坐公车 坐捷运 还是骑车车 还是标准 都可以高的地方 才可以加分就对了 你不可以母节 说很平坏的地方 人们都找不到 这样很困难 这不算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特别跟各位 所有的市民朋友讲 我们安排这个邮城 就是你坐捷运 坐这个公车 骑脚踏车 坐船 都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 让外地的观光客 一字有的部分 从高铁站进来之后 就坐捷运到美丽导站 这个美丽导站 为什么要安排这个 要给大家观众朋友报告 美丽导站 是美国 全世界最权威的地铁杂志 叫不胜偶 它选全世界最漂亮的城市 的地铁15格里面 高雄的美丽导站 是排名全世界最漂亮的 第二名 第二名 太棒了 不得了 代表说我们高雄市的 这个不管是地铁的城鸡 还是外表的这个公共艺术 是得到世界级的肯定 你了解说 美丽导站 外国的观光客 还是我们本国的观光客 来到高雄之后 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公共建设 感叹 觉得高雄 真的是一个国际级的城市 这样第一章 让他留下最好的第一个印象之后 再寻着捷运的另一条线 这个阀的局限 到我们的博物艺术特区 博物艺术特区是我们高雄市 这两年新兴的一个青少年跟青年朋友 艺术朝圣的地方 你现在去 三国时都遇到这个人潮 摸摸 都是我们一些学生孩子 他有一个作品发表的地方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艺术家 他在年轻的时候 比较穷 比较没有发挥的舞台 那我们就把这个建构起来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青年学生 还有一些这个艺术创作者 在这个地方有他自己的舞台 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给人家看 所以我们的博物艺术特区 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高雄这种文创的一个活力 现在博物艺术特区 还有很多国外的这个 一流的软体制作商 像这个我们台湾的导演李安 这个少年拍的故事的后制作 哇 也起来了吗 做到这样后制作在哪里做的 就是我们博物艺术特区 那团队给他做的 所以说这博物艺术特区 是高雄新兴的一个 艺术观光的一个景点 博物艺术特区 旁边有很多所在 可以让他看 铁道博物馆 哇 所有我们台湾发展 这个铁楼100年的这个故事 都在这里看得到 铁道博物馆结束后 再去哪里 鸳铁堡 鸳铁堡是高雄 发展最早的一个车区 大家知道 旧的社区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 小吃美食多了 大家我们自己高雄相信都知道 到严城埔可以吃什么 吃东藤王 吃这个鸭肉味 对啊 还有大高顶的这个 肚子都饿了 这个米 滴味 这都是有很多 还有铁铁 这都是让人听到的 非常知名的这个小吃 对对 这样后呢 小一点后还可以看到什么 小一点完的这个夕阳 因为差不多这样 可以去英国领事馆 在那里你看到 这么漂亮的这个夕阳 这么漂亮的这个港口 从这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坐船到铁金 欣赏一个这个 铁金漂亮的这个海岸线 还有呢 铁金漂亮的这个沙滩 富裕的这样一个成果 还有一个晚上肚子饿了 铁金要吃什么呢 大家知道 海蚕了 海蚕嘛 我们今天海蚕可能全台湾 最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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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一百块 让你吃到百块这样 还可以享受 很漂亮的这种海岸线 所以说这是 幸福都可以 我每次听来讲说 幸福都快哭了 这就是这种的行政 所以这个叫做 返河游港 幸福游港 一直有 所以说所有的亲民朋友 你绝对要搭买 跟这个这么好的方向 这么漂亮的这个沙溪 和转台湾的 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 都知道说 高雄有这条线 滴滴 值得我们所有的 全国的同胞 还有甚至海内外 我们这些所有的好朋友 都来走一段 这个叫返河游港 幸福有感 一直有 最重要都是 可以做大众运输系统 不用花钱 不用花很多钱 不用花很多钱 坐捷运 骑下车车可以拿回 我们高雄设计的 这个非常优美的 河港假踏车步道 高雄市 现在也是 这也会给所有的 我们亲民朋友报告 高雄市 是CNN CNN大家知道 是全世界有线电视网 里面的第一名 评选 亚洲五个适合 骑假踏车的城市 高雄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我们高雄 减翁人造光电视网 建构的脚踏车步道 全是有600公里 脚踏车出移 130几个 这都是我们的 非常有这个卖点的一个地方 这个叫仿河游港 幸福游港一直有 目前是第三名 但是我们不满意 这么好的所在第三名而已 一定要第一名对吧 对吧 一定要第一名 第二个国家好算 叫做包山包海 散完畅外两日游 完两天 我们市区设计完之后 还不够了 要大一枚 大一枚观光彩才流来 因为旅馆 还有所有的小吃住宿 住在这里慢慢的欣赏 我们这个城市的观光产业 才可以带动起来 我们这个包山包海 这个幸福的散完三块两日游 是说到市区的重要景点 包括说从高铁站下来 现在我们就介绍到我们连池潭 坐我们的公车很快 而且骑脚踏车也可以 我们在高铁站 有设置这个脚踏车的出租站 连池潭这边也有 就可以坐在这里 10分钟以内就到 连池潭从清朝时代 就是高雄非常重要的景点 以前有清朝八景之一 就是连池潭 连池潭周边 市府现在也花了非常多的 这个经费整件 是 非常的这个清洁干净 而且周边是台湾 这个最多庙宇的地方 连池潭的庙宇 也是高雄 特别是台湾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佛道的这个文化 都可以这个地方 短短的1000公尺以内就可以有十几间的这个庙 不管是这个原地庙 不管是这个 客文堂 启文 启民堂 这都看得到 所以这都是非常特殊的地方 然后从连池潭 我们呢 再到这个左营的附近的这个眷村文化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颜村谱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卖点的这样一个点 那这个 我们这个包山包海 赏完畅快二日游 第二天呢 我们到哪里 第二天就到刚刚有介绍的这个叫做 美农十大小镇 美农是我们专台湾来的 客家文化保存 最丰盛的一个地方 完整的地方 目前美农镇的人口 还有90%是客家乡亲 你北部的其他的客家县 还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么蠢的 那美农的这个客家村座 更特殊的是说 它保留了在台湾 大概将近300年来 客家族群在台湾 生活的一段火的历史 那边有美农的这个客家文物馆 还有美农传统以来 保留的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蓝山 比如说它的这个直散文化 还有最新的这个陶瓷艺术 都在美农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得到 当然美农还有非常漂亮的农村 这样子的一个田园风光 还有一些烟楼什么的 这个都是非常难得 甚至不要说台湾 这个全世界都很难得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有历史文化背景 而且有非常现代的这样子的一个 产业性的一个代表 产业建设的一个风光 从美农结束 我们坐公车 我们都强调要绿色运输 坐公车到佛陀纪念馆 收藏了这个全世界少有的 这个佛牙舍利 佛陀舍利 这个对一个佛教徒来讲 是神圣的一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收藏了各式各样的佛教文物 我想说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一辈子你真的要去佛陀纪念馆 超胜一次 那你可以满足 或者说心灵上面得到更大的一个充实 我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这是佛陀纪念馆 佛陀纪念馆结束了 又到我们的大动文化艺术中心 这是最现代化的艺术创作的极致 我不跟各位讲太多 我跟各位讲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流行音乐的天后叫做谁呢 叫做蔡依林 蔡依林最新的MV 就是在大动艺术中心拍的 不好她怎么会去拍呢 就是好她才会去拍 所以这个地方 当做一个我们整个包山包海 两日游的一个ending之后 就可以带着非常愉快 而且充满了回忆的心情 回到她的故乡 对高雄留下最深刻的意向 然后对高雄最重要的是 留下非常丰富的观光资源 是我们局长讲了这么的卖力 所以大家一定都要来当 我们的观光最佳的代言人 所以现在局长就要有问题 要请教大家了 对不对 马上来进入局长 赶快出题目 考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所有的今天来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高雄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有几个点 跟所谓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互动 我给大家报告 第一个问题 高雄的哪一个车站 地铁站 荣获全世界杂志评选 最漂亮地铁站的第二名 我们刚刚穿红衣服的最后一个 你举最快 我们那个大姐 你说 美丽党 对对对 好有讲 好有讲 第一位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我跟各位介绍 高雄哪一个旅游景点 现在在全台湾来讲旅游景点第一名的 这位大哥你居民第一名 温度计量有讲 对好再来 第三个问题 全台湾哪一个城市脚踏车步道建设的最好 好 你赢手最快 高雄 好 太好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好 这个在我们高雄市这么多区里面 哪一区是开发最早小吃最好吃的地方 老先生 第二排的先生 我去上来 你干啥 对 答对 你有时尚这张 都很好 那当然 谢谢 当然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些奖品的 只要上我们的网站给我们按一个赞之后 就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得到我们市政府特别加码送的这个礼物 所以要在这个期限在六月底之前赶快上网按一个赞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局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拼观光 也希望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要把握时间给我们自己的幸福游程 按一个赞 我们一定要拼到第一名好不好 高雄亮起来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这一集的节目能够喜欢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 再见